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岛 是中国最早开展羽毛球运动的城市之一 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羽毛球国家级裁判人性龙剑上 1956年 青岛就有一支半专业羽毛球队参加全国比赛 据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在贵州路十二中一代 经常有群众业余时间打羽毛球 行经此 的自行车都要给羽毛球让路 因此当时的羽毛球也被百姓称为马路球 1976年 青岛是举办了第一届决公羽毛球赛 这些年在竞技羽毛球运动领域 也收获了很多成绩 1995年 青岛引进李卫国教练 开始组建青岛羽毛球队 2009年青岛是羽毛球协会正式成立 张会丹论首任协会主席 刘玉初任秘书长 2010年开始的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 青岛羽毛球俱乐部 亦获三次冠军两次亚军 是羽超联赛中成绩最好的球队 青岛还先后承办了第十一届全运会羽毛球比赛 2011年苏迪玛杯 2012年羽毛球亚锦赛等赛事 带动了青岛市的羽毛球热 各项民间羽毛球赛事逐渐与一丰满 二十所学校成为羽毛球特色学校 可以说羽毛球已成为青岛市体育运动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青岛市羽毛球协会举行广界大会 与海波出任会长 第一届青岛球王羽毛球赛颁奖现场尖刺选手 带来突破马进市锦赛冠军 是奥运会亚军和国家队绝对阻力 但是回到运动生涯的起点 他走得并不顺利 马进八岁开始练球 到了十二岁学后 没能在江苏身体校留下来 正巧山东队教练秦瑞到江苏来选人 马进就这样被选中来到了山东 2005年 山东羽毛球队和青岛羽毛球队合并为青岛队 全队集体迁到了青岛 就这样 马进成了青岛队的一员 也就顺理成招 成为了奥运中国军团中的青岛兵 2009年 进国家一队仅有半年时间 马进代表中国队 在苏迪玛杯混双比赛出场 最后中国队顺利独冠 他也在21岁的年纪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马进 2010年 马进获得巴黎市锦赛混双冠军 广州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 游不卑女团亚军 2011获得年全英公开赛混双冠军 伦多奥运会混双亚军 2014年 马进获得全英公开赛女双亚军 2016年 在对内竞争 逆强激烈的情况下 他和徐晨杀出重来 获得了奥运资格 以伦多奥运会亚军的身份 第二次站上奥运会舞台 沈夜2008年5月 汤姆兹杯在印尼亚加达举行 沈夜与和汉兵组成的男商首次参赛 就为中国队赌得了桂瓜 2012年唐姆兹杯冠军成员 沈夜佐邱子汉 2013年5月的苏迪玛杯军赛中 邱子汉刘晓龙搭配的子龙祖克出战 成功拿下了韩国强劲对手 为中国夺得苏迪玛杯舞连冠 也收获自己的世界冠军头衔 2014年 邱子汉和随国家队 获得了藤姆兹杯的几军 同年为亚运会上 邱子汉获得男子团体亚军 邱子汉新华社藤氏摄影 姊妹花落银落语 2017年 双胞胎姐妹花落银落语 获得第13阶全运会的女双冠军 山东羽毛球队在全运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是第7阶全运 挥时的一枚银牌 此番由青岛输送的运动员落银落语 为山东队拿下的这枚金牌 也创造了山东羽毛球队在全运会羽毛球比赛 上新的历史性的突破 这对姐妹花在201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 落语 落语时三届全运会胜级比赛 领导全胜2006年的第21届胜运会 青岛羽毛球队夺得了9枚金牌 2010年的第22届胜运会 青岛羽毛球对战或羽毛球项目全部金牌14枚 2014年的23届省运会 青岛小将在男子甲组团体 单打 男子一组团体 单打 双打 女子甲组团体 女子一组单打 双打 甲组混双和一组混双项目上 军阶线 强大实力 获得11枚金牌 在2015至2017年的山东少羽毛球锦标赛 冠军赛中 青岛选手在渡展现全省云跑的实力 在多个项目中斩获58枚金牌 全国比赛 不断突破2014年至2017年的全国青少年羽毛球比赛 和全国后备人才基地羽毛赛上 共获得的前三名八项次 2017年天津全运会 青岛输送至省队的十余名运动员 进入了羽毛球决赛 当时人才储备多年来 青岛是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除了出色的完成比赛任务 还注重人才的寻找和培养 积极地向省队国家队输送好苗子 青岛是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海林介绍 目前在市队训练运动员人数70余 明 二线运动员分布各区事件百名 三线运动员近千人 一向国家队输送洛英 洛宇 邱子汉 刘金如 谢宾宇 赵盛南 李云泽 郭新毛 郑书亚九人 省市专业队二十一人 共获得亚洲级世界级比赛前三名二十余相次 全国级比赛前三名三十余相次 市水职业成绩本来青岛羽毛球职业俱乐部电视方面 也是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九九六年 在时任双星集团董事长南海的大力支持下 双星集团与青岛是体育局成立了青岛双星羽毛球俱乐部 一位国出任总教练 后来改为青岛啤酒羽毛球俱乐部 2014年享英国5月46号文件进行市场化改革 该志位青岛人州羽毛球俱乐部 2014年11月 青岛市体育局公开招标 把俱乐部运营全放给企业 尝试羽毛球市场化 职业化 微臣基金理事长于海波成功中标 由得出资组建的青岛合展人州羽毛球俱乐部 正式成立 成为中国羽毛球史上第一家 市场化运作的职业羽毛球俱乐部 2015到2016赛季以后 更名为青岛人州羽毛球俱乐部 在给予俱乐部充分自主权的同时 青岛体育局的角色就是快出政策 出口政策 青岛市体育局提出只要俱乐部代表青岛参赛 并负责梯队建设其部分全民健身活动 体育局就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 若夺代联赛冠军和亚军则分别还有相应的奖励 为此青岛市体育局和青岛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俱乐部签订了合作协议 青岛队获得了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2014到2015赛季亚军 连续都得了2015到2016年 2016到2017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冠军 2017到2018赛季军 基层培训量点颇多借助青岛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望干扰 2011年到2020年开展青少年足球 班船羽毛球等特色体育校目的校游活动 2012年青岛市开始组织全市中小学生羽毛球比赛 2013年举办了神社球王羽毛球青岛区排选赛 导成了100余名羽毛球民间高手参赛 决逐的各组别冠军 参加了山东赛区的大区排选赛 2014年青岛市体育局创办首届青岛球王全民电升系列赛 其中就有羽毛球项目 先在各区进行分区赛 最后进行市集总决赛 参与人数众多 连续四年的举办 让这项比赛成长为品牌赛事 青岛市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秉承 提教结合原则 推行羽毛球进校园计划 2014年到2017年每年举办十项联赛 青岛市中小学生羽毛球比赛 2014年青岛市体育局和青岛市教育局联合命名了12座羽毛球特色学校 2016年又分家至20所 2015年8月份 组织全市30余所的中小学生羽毛球教师参加培训 规范了学校的羽毛球教学工作 根据地建立以后 青岛市羽毛球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与人州羽毛球俱乐部合作 定期带队走到羽毛球特色学校 要明星球员林丹 陈龙等走到孩子们中间 通过偶像的力量 面对面鼓励孩子们好好打球 积极联系 优秀教练进入校园指导 不断推进羽毛球进校园 2014年到2017年 举办了青岛市羽毛球锦标赛 2017年举行了青岛市小学生羽毛球联赛 即大提高了学校参与的积极性 与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摘金挂眼相比 很多时候教练员和裁判员 在赛场上只是配角 殊不知 为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各个项目的教练员和裁判员 要比运动员 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汗水 在青岛也有一支高水平教练员队伍 和得益双心的裁判队伍 高水平教练 裁判队伍徐勇德 现青岛市羽毛球队男队主教练 运动健将 曾发表论文羽毛球项目体能训练研究分析 青岛市羽毛球专业队首批教练员 培养过汤姆斯杯男团冠军成员沈野 苏迪玛杯男双冠军邱子汉 世锦赛冠军马匠 亚底赛女团亚军 全运会冠军洛颖、洛宇等运动员 刘仲谢任青岛市羽毛球队女队主教练 1997年在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中 获得了女子双白的冠军 她培养出了2008年 汤姆斯杯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冠军 2007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 混合双打冠军审议 2010年是锦赛冠军 2010年伦多奥运会亚军的马进 全国冠军赛男子双打冠军固剑陆见 2007年全国羽毛球青年锦标赛获胜冠军李田 2008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南大亚军刘金竹 袁金龙袁金龙 青岛市第一批羽毛球裁判之一 羽毛球国家级裁判 有着几位丰富的羽毛球职材营业 职材过六届全运会 三届苏迪马杯 两届汤油杯 2008年奥运会 从事羽毛球裁判工作近40年 袁金龙把自己大多数的精力放在了培养裁判队伍上 他一如既往的保值着每两年参与主办一次裁判员学习班的频率 听过他上课的裁判早已超过千人 青岛技术球城帆船之都游泳之乡和田径之乡后 六千类城市打上羽毛球标签